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活捉冷血 皆执意如反掌 冷大哥 你中毒了 冷大哥 对嘛 这才是我认识的无情公子啊 真好看 我 是不是穿错衣服了 没 没有 没想到无情公子这么俊朗 是啊 无情公子啊 可是风雅 驰迷全京城的 以前神后府门前有很多女孩子来排队 就只为了看他一眼 可是我自己都无法相信 照你这么说 无情一定是位比我强百倍的公子 我什么都不会 怎么能和他比呢 你当然是啊 你只是自己暂时想不起来了而已 李莫姐姐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 无情公子以前是什么样子的 无情公子才华出众 做诗 品酒 品茶 样样精通 而且还善于使用暗器武功一流 除了才华出众之外 无情公子感情专一 他与如烟姑娘相知相许 海事山盟 只可惜如烟姑娘被人逼婚 从此就离开了无情公子 无情公子以为如烟姑娘不在人世 自那之后没有再对任何女子动过情 那后来呢 他们又怎么样了 后来好不容易他们重逢了 但是没有想到 如烟姑娘却被王爷用空心术给控制住了 最后 还未他给害死了 这个王爷也太可恶了 我一直都很仰慕专情的男子 这样的男子 用他们的一生守护着一个女子 不离不弃 这样的人我也一直想遇到 没想到 如今静远在天边 静在眼前 来 慢点儿 来 慢点儿 来 你身体越来越凉了 你一定要挺住 不要让毒素全部侵入你的体内 我马上找大夫来 等我 要煮好了 来 赶紧喝吧 谢谢你 谢什么 我们是朋友 你把我当朋友 可是我却想不起来你是谁 不要紧 你把这个药喝了 很快就能想起来了 是啊 李末姐姐知道十里外有个聪慧泉 而且喝了聪慧的泉水 脑子可以变聪明 所以她就亲自取水熬药 你可要好起来 别枉费她的一番苦心呢 我要是能记起自己是谁就好了 我突然想起一个长盛将军的故事 李末 你跟我来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去哪儿啊 今天委托花开难得一见 委托花 委托花就是你们说的昙花 传说昙花女神爱上委托天神 可神仙之间是不能谈恋爱的 玉帝就把她们拆散了 昙花女神就此化成昙花 一直在等待委托的出现 这个故事在我们这里家喻户晓 昙花一现 只为委托 委托花是爱情之花 我希望你能陪我一起去看 不了 我要留下来照顾无情公子 随便派个仆人照顾她 不也是一样吗 李末 委托花开难得一见 再见到的花 就只凭机遇 会有其他机会的 不然你去看吧 我特地跑过来 就是为了想找你陪我一起去看 你要不去 我一个人也没意思 那我也不去了 穆雪真要说故事 不然你就留下来一起听吧 二哥啊 他最讨厌听故事了 他总是说又臭又长 不不不不 李末喜欢听 我就陪他听 你刚刚说的长盛将军 是打仗的吗 嗯 传说中 这位长盛将军 因为打了败仗 回来之后就失忆了 失忆了 和我现在一样 对 这个故事有点意思啊 继续继续 因为这个将军 他的一生都是在成功里度过的 打了败仗 是他最不愿意面对的 而且他的家人跟我们现在一样 束手无策 可是有一天 这位将军听说陵国要攻打他们的领土时 他突然大喊一声 重新拿起武器 和敌人战斗 他恢复记忆了 嗯 莫大哥 莫大哥 二哥 你说 看是 private 是啊 你可怕فس phrases 来 的 你值得你要 менее 离気 你说得好吗 中了这种毒的人 无药可解 他已经没得救了 给他准备后事吧 大夫 医者负母心 求求你 一定要救救他 不是我不救他 而是这红麟毒的毒性 实在是太厉害了 就连制毒的人 都找不到解药 何况我 只是一介草泽大夫啊 可是毒性再大 也应该有药可解啊 红麟毒素啊 是岭南 老字号 温家所制 这温家人制毒 有死字号和活字号之分 而这红麟毒素啊 正是死字号 既然是名为死字号 那中毒之人 就必死无疑啊 你的朋友 现在已经昏迷过去了 我看哪 他顶多能熬一个月 熬一个月 大夫 你是大夫 保揽医术 一定有办法治她的毒的 要治此毒 除非能找到 那位刀夫人 刀夫人 对 她是谁 到哪儿才能找到她 十里外的乱花山 有一座乱花谷 这谷里住着一位刀夫人 她专治天下奇毒 你若能找到她 也许可以救你朋友一命 对 有人吗 有人在吗 请问当夫人在吗 有人在吗 有人吗 请问刀夫人在吗 晚辈寄瑶花 求见刀夫人 刀女侠 晚辈寄瑶花求见 如有冒犯还请原谅 好大的胆子 竟敢求我刀莲情救人 前辈请恕罪 我一位朋友中了红林毒 求您大发慈悲 救他一命 你既然能够找到我的乱花骨 那肯定是有人告诉我 我能解红林毒素对不对 是一位好心的大夫说的 你要救的这个人 是男人还是女人 男人 这个男人是你的心上人 对吗 是 呸 这世上的男子 都是薄青狼 我犯不着救他 我也不会救他 前辈 只要你答应救他 我愿意为奴为婢 伺候您一生 说得好 救他很简单 好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啊 我愿意为 蛋 我愿意为他 唯一银行 好一个 真是 便我刚才 要这么说 要把他 带来 老乱 划善个十七八刀 我就同意救他 好 只要能救得了冷大哥 毁了这张脸 又算什么 夫人 你一定要信守承诺 你这么笨的女人 我还是第一次看见 你居然为了一个男人 自毁容貌 你这不叫牺牲 你这叫蠢 你懂吗 或许这么死心塌地的爱 才真叫爱吧 别给我提这爱字 这世上的男人 都是负心汉 实话告诉你吧 你就算毁了容 我也绝不会救他 千辈 你这么痛恨男人 脸上的伤痕 一定跟男人有关吧 你看到院子里边 这棵大树了吗 这棵大树 枝叶茂盛 树身粗壮 比一般的大树 生长得更高更壮 那是因为 它得到了很好的养料 我把那对狗男女抓回来 然后就剁成了肉碎 埋到了这棵树下 做成了这棵树的养料 因爱成恨 没错 我恨这个男人 我更恨这个女人 是他们毁了我一生 他们不是死活都要在一起吗 行 我满足他们的愿望 所以 我就把他们的肉给剁碎了 搅混在一起 埋到了这棵树下 这样 他们生生世世 就能在一起了 你的笑声中 充满了悲伤 其实你心里 一点都不好过 没错 我一直把女人的容貌 看成是我的第二生命 自从我毁了容貌之后 我再不敢见人 我只有躲在这乱花谷 必识隐藏 终日孤独 空虚寂寞 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所以我恨透了这个男人 我曾经发过誓 如果 你一定要我救人 我只救女不救男 你心中充满了 仇恨和怨念 所以你才会这么偏激 才会这么痛恨男人 我痛恨男人 因为他们辜负了我 就算他们辜负了你 你也不应该这么折磨自己啊 你说什么 人已经被你杀了 仇和恨都已经算清了 你仍然把自己 埋藏在痛苦之中 值得吗 你如果能够找到一个 真心爱你的人 一个不在意你容貌被毁的人 一个全心全意 带你好的人 你才能得到解脱 放屁 这世上的男人 都是寡精薄姓 万恩负义之人 再说了 我伤疤在这儿 哪里找一个 会喜欢我这整脸的男人 你早就把所有的男人 都拒之门外 又怎能遇得上 你 天下最敌不过的 不是武功 而是一个李字 王辈 晚辈说得有理还是没理 前辈心里最清楚 你好大的胆子 从来没有人敢这么顶撞我 你有胆色 你居然赢了我 说句实话 我很佩服你刚才说的一番话 所以作为回报 我决定 救你的朋友 谢谢前辈 来 看这个 上面这个人啊就是我 当时我还是绣女 本来要被送进皇宫 是你把我救回来的 是我把你救回来的 没印象 看后面这个 这个呢就是神猴府 里面有麒麟寺 仙鹤寺 猛虎寺 还有飞豹寺 这个就是你住的地方 有没有印象 没关系 再看后面这个 这个呢是你的世书 没印象 那 你看后面这个 他是冷血 他是个外冷内热的家伙 他总是这么看人的 也没印象 也没印象 那这个 这个 是我啊 就是你啊 总是表现出一副 温文尔雅的样子 来来来 再看这个 是不是啊 他是个特别搞笑的家伙 那 那 那再看最后一张 一点人印象都没有 也想不起来 我都快热死了 你还没有印象 林沫 你别急 我再想一想 那你再看一会儿吧 好 前辈 到底有什么办法 能够解他体内的毒 他种的红磷毒素 可是天下奇毒 他种的红磷毒素 这种毒 出自岭南老四浩温家 当时制造这种毒的人 本以为自己只是造出 一种普通毒 没想到 勿将药粉 掉到红磷鱼的池塘里 和红磷鱼的鳞片 亦融合 毒性加强不说 而且更加隐晦不见 墨在人的皮肤上 和衣服上没事 但只要接触铁器 这毒性 就会从铁器传导 进入人体 怪不得于春彤 这么挑衅 原来 他把药粉 抹在衣服的金针上 红磷毒 通过衣服里的金针 进入冷大哥的身体里面 姑娘好眼光 这样伟岸的男子 要是和姑娘这样的人 在一起 那才真叫做 只献鸳鸯不献仙呢 只可惜 大胖 大胖 果然不出所料 你的心脉越来越弱 你早就身负重伤 命不久矣 我担心 我就算救得了你的情郎 你们也 终难成眷属 前辈 只要你肯救冷大哥 晚辈遗怨足矣 就算是死了 也无牵管 世上 还真有如此痴情的女子 好 我既然答应救人 绝不食言 把她抬回我的乱花骨 她身上的毒伤 要花很长时间来治疗 还有 如果你真的死在了她前头 我会亲手把你埋了 并且让她 为你枯坟守令 小姐 你 让我来 你 收拾 我拾否 你 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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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他们是六扇门的捕快 不堪一击 驾 什么 竟然让他逃跑了 冷血受伤那么严重 都能逃跑了 你们是怎么做事的 不是属下无能 是一个脸上有刀疤的妇人 把他们给救跑了 一个脸上有刀疤的妇人 这把飞刀 就是那个妇人留下的 这刀柄上有桃花的涂鸦 看来是桃花刀了 素素拿此刀去问本地县衙 看这妇人 有没有在县衙上挂号 我就是绝地三尺 也要把她给找出来 是 来 吃点心吧 你也吃 不 你先尝尝 我从来没有吃过 这么好吃的点心 从来没有吃过 如颜姑娘曾经亲手做过 同样的点心给你吃 你不记得了 我不记得我吃过这些点心 有没有 看来她还是记不起来 看来她还是记不起来 这首是你以前 经常吹的曲子 叫做《香剑欢》 这首曲子我吹过 这首曲子你还记得吗 什么都记不起来 如果我真的不是无情 该怎么办呢 不 你一定是 林沫 谢谢你这段时间 一直照顾我 墨雪说 你本来打算离开 但为了我却留了下来 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 以前在神后府的时候 你常常帮我 当时你对我的恩惠 我现在都还记得 不管做什么事情 只要能够唤醒你的记忆 都是值得的 但你说的这些 我一点都不记得 你记不记得太阳鸟的故事 太阳鸟 你曾跟我说过 太阳鸟是你最喜欢的鸟 它们是一种对爱情 忠贞不渝的鸟 只要遇到对方之后 就会相知相许 不离不弃 如果其中一只死掉 另外一只也会绝食而死 世上竟然有这种鸟 当时我不明白 但是现在我知道 你为什么会喜欢这种鸟了 你和如烟姑娘的爱情 也是一样 忠贞不渝 你知道吗 这种鸟生性孤独 但是它们肩负了一种使命 它们充当着 其他千禧鸟类的领路人 领路人 五秦公子 就像太阳鸟一样 虽然失去了爱人 失去了记忆 但这不过是暂时的 你还有其他的使命 你要回到神后府去 跟其他三大名不义气 成奸除恶 所以你千万不要放弃 你一定要相信自己 你总有一天会恢复记忆 恢复到以前的样子的 夫人 你不是答应救我朋友的吗 怎么在这里自在地赏鱼了 声音小点 别惊了他们 今天他们大派用场 这么好的鱼儿 拿来做鱼汤 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了 我怎么舍得让他们做鱼汤 我要的是他们的血 鱼血 是啊 他们不是一般的鱼 你看 他们有四种颜色 这黑色的叫鹿鱼 杂色的叫旧鱼 黄色的叫伤鱼 红色的叫芒鱼 各有各的名称 各有各的用处 我只有把这四种鱼 混合在一起 才能解你朋友身上的毒 可是这些鱼 看起来和别的鱼 没有什么不同啊 鱼是普通的鱼 只是养他们的水不同罢了 水不同 是啊 因为这根本不是水 而是酒 酒 那怎么完全没有酒味 如果真的有味道的话 这些鱼全都熏醉了 我是用无味酒养的 酒怎么能无味 男人做到最后 都能做到绝情无味 凭什么我的酒 不能做到没有味道 我这是用无味果酿成的酒 其实只要你的朋友 喝了这四色鱼血 我运功 打通她的人毒二脉 让四色鱼血 贯穿她的奇经八脉 这样 她体内的红鳞毒素 自然就会被破出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她手上的毒斑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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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高兴太早了 这样的鱼血 我至少要喂她三天 我至少要喂她三天 喝三天鱼血的同时 还给她运动 还给她运动 这每次还得连续三个时辰 这样让鱼血运行全身 才能把红鳞毒素给控制住 不过 她体内总有一股阻力 跟我抗衡 也有可能 是她刚刚开始接受治疗 是她本能的反应吧 李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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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沫是谁 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人 男人还是女人 女人 她身边有你 心里还想着另外一个女人 我一掌 屁死她 前辈 求求您不要这样 这一切都是我自愿的 你陪着你喜欢的男人 去找她在乎的女人 你竟然还求着我救她 你对这个男人 就这么死心塌地 我只希望她能够尽快好起来 问世间情为何物 是啊 这事与我何干 这些人 都是你自找的 冷大哥 你醒了 杨花 这是哪儿 这里是乱花谷 是这位前辈 她救了你 谢谢 你在谢我 你真不用谢我 你应该谢谢这位姑娘 是她对你痴心一片 但你心里 还想着另外一个 前辈 好了好了 我不说 我不说 总而言之 是她为你牺牲 为你受伤 为你付出所有 也只为能够待在你身边 如果你真的心存感激的话 就好好待一她 是你带我来这里的吗 是 你又救我一次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我还要去找李末 我不想拖累你 你最好 回圣后府去 不 我不离开你 冷大哥 那我让你回圣后府 冷大哥 你安心养病 不用管我 这是我自己做的选择 不管结局是喜是悲 我早已心中有数 我不需要承诺 也不需要一个圆满的结局 我只想安安静静地 守护在你的身旁 陪着你 我就心满意足了 你这样对我 我心里很难受 能大哥 我懂得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只不过 想让你好起来 平平安安地 我就放心了 好 感觉怎么样 很舒服啊 你们不累吗 不累 神医说 用外力刺激 可以帮无情公子 恢复记忆 但是 我们敲了这么久 怎么还是没反应啊 没关系 只要有希望我们就继续下去 不要放弃 看来我们还得一直敲 真好玩 我也想一起敲 你们这 围在这里是干什么呀 我们用神医所教的方法 用外力刺激 撬无情公子的头 帮助他恢复记忆 二哥 你也要是吗 好啊 我试试 来 就不麻烦莫大哥了 李沫 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 别这么客气 我来试试 来 无情公子 无情公子 怎么样 二哥 你在做什么 我 我不是想帮你们吗 听说他不是要用外力刺激才行吗 无情公子 不要走 不要走 谁不要走 我刚才看见一个女人 她又跳舞 又在等求见 她到底是谁 如焉姑娘 你终于想起来了 那你还想起什么了 我是李沫 还记得吗 还有神后府 李沫 嗯 本来想教训她 没想到反倒帮了她 无情公子 你现在有什么感觉 你再想想 你还能记起什么事情啊 你又想到什么 我的头好疼 好像有很多事情 可是又想不起来 你是神后府的四大名捕 我是神后府的四大名捕 嗯 但我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 你从山崖摔了下来 所以失去了记忆 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也不知道 哎呀 好了好了好了 她刚恢复一点记忆 你们就不要逼她了 让她休息一会儿嘛 是啊 慢慢来 要想恢复记忆 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好的事情 嗯 谢谢某大哥 不用客气 兄弟 你就多休息一会儿吧 冷血还在的时候 我们是三个人一块儿喝酒的 冷血现在走了 我 剩下我跟你 在以前 我们是四个人 一帮好兄弟 怎么四个变成三个 三个变成两个 人数越来越少 哎 你说到最后 会不会只有你一个人 在这儿喝酒 不可能吧 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 冷血出走这两天 不知道她找到无情跟黎沫没有 也许无情跟黎沫 已经不在人世了 看来我真的是天杀可行啊 只要跟我在一块儿的人 没有一个有好结果的 我 我现在是不是很危险啊 哎 兄弟啊 你不要这么想好不好 老天爷一定会照顾他们的 放心吧 你今天约我出来喝酒 是不是心情很苦闷啊 无情不在 冷血不在 不拉你来拉谁人 公主啊 以前你天天跟公主在一块儿 现在连公主都没了 不谈公主 不谈女人 不谈女人 那谈什么 谈男人啊 男人有什么好谈的 那谈什么 拿着她 你就直接对着她缺水吧 什么缺水 你回家自己抢去 等一下 买吗公子 这东西好不好看 随便挑啊 好看又怎么样 我想买回去送给依依 送给依依 今天是她的生日 我打算送给她一份 精美又特别的生日礼物 别浪费金钱了 走吧 不行 我答应回去的时候 要给她带礼物的 我跟你说 女人最贪心 你千万不要对她好 你千万不要被她蒙骗 你千万不要给她买礼物 因为在那之后 她就会把你给甩了 我跟依依相亲相爱 不像你跟公主切错了门绳 怎么可以相提并论 我跟你说 女人闹翻之前 什么都可以的 闹翻之后呢 什么都不可以啊 到时候呢 你就后悔终生了 有这么严重啊 你看我 不严重吗 可是这是我跟她 第一次过生日 今天是我们在一起 值得今年的大日子 我不能让她失望 明年今日 你跟她分开了 她就不会再记住你了 别诅咒我 我不是诅咒你 你看我 我送这么多礼物 给索楼公主 她都扔到一旁 我现在呢 连喝酒的钱都没有了 每次过节你都送 送得太烂了 可是我不一样 我送的是生日礼物 而且是我跟她 在一起的第一份礼物 义重大 第一份礼物 有什么重大义啊 重大义就是 我把她放在第一位 我重视她 我希望她开心 这不是你说的吗 你真笨哪 我跟你说 如果她重视你 你不送礼物 她一样会重视你 如果她不重视你 你送再多的礼物 她也不会重视你的 如果她珍惜我 那我不送礼物给她 她也会珍惜我 可是我答应她 要给她送礼物的 如果你不送给她礼物 她因为这个给你翻脸 那证明她在乎那个礼物 不在乎你 她再不在乎我不要紧 重要的是 我表达了我对她的在乎 现在呢 我再不在乎你 也不要紧了 重点是 当你兄弟 心情不好的时候 你不要硬要你的兄弟 陪你买礼物就行了 是不是兄弟啊 是 陪不陪我买礼物 不陪 你们回来了 没有喝酒 礼物 你不是要给我礼物吗 礼物我 是我叫她不要买礼物的 为什么 你是喜欢贴手哥哥这个人吧 不是喜欢她送你的礼物 对不对 所以她干嘛要送你礼物呢 我生日本来就应该给我惊喜 给我开心不是吗 你现在没有礼物 还不惊喜吗 喂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 这是铁手哥哥陪我过的第一个生日 你怕你以后没有机会过生日吗 这乌鸦嘴 不准铁手哥哥给我买礼物就算了 还说什么鬼话 你这什么意思吗 你们不要吵了 我一直以为我生日你要给我惊喜 给我礼物让我开心 没想到你什么都听追命的 我现在一肚子气 依依 依依 哇 这么生气啊 这回给你害惨了 这么小气啊 臭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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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阻止你不买 你就不买吗 那他叫你杀我你杀不杀 他跟子罗公主闹翻了 心情不好 那又怎么样 以前每一个节日 他都会买礼物送给公主 现在他觉得这些礼物都白送了 所以他也不让我买礼物送给你了 是这样吗 可是他跟公主闹翻 那是他们的事情 关我们什么事啊 他怕我重蹈覆辙 像他一样 买了一大堆的礼物送给你 结果都是白送 送礼物是两个人的事情 如果他没有送过礼物给公主 他就不会心痛不会难过 我觉得他送给公主的礼物 是没有白送的 遵命就像你说的那样 爱之越深恨之越彻 我知道遵命难过伤心 可是他也不能这样干涉 别人的生活呀 他跟我是兄弟 出发点也是为了我好吗 遵命就是罪佳孙友 他跟公主闹翻心情不好 就把天底下所有的女人 当作是仇人 还盲目地把观点 夹在你身上 你别说遵命的坏话 我们在一起共生那么多年 出生入死 不管怎么说 他始终都是我的兄弟 好好好 不管他做什么都是对的 你都帮他说话 他最近心情不好 你就多让着他一点 你就是这样 不管对什么事都包容 对朋友有关心 你就是一个这么好的人 如果我不是这样 你也不会喜欢我 谁喜欢你了 好了 别生气了 今天是你的生日 我带你一块去买礼物 然后我们一块吃饭 你不怕这个礼物是白送的吗 你不是都说了吗 礼物是两个人之间的一点一滴 只要你开心 我也会开心的 是真的吗 嗯 礼礼来来回回 就只有一个女人 她一会儿好像在跳舞 一会儿在荡秋千 她叫如燕 如燕姑娘 被安氏梗用剑射死了 当时你性情大变 贱人就杀 把所有黑衣人 杀个片甲不留 我贱人就杀 我看到了好多黑衣人 黑衣人是安氏梗的手下 当时你跟如燕姑娘 在虎军山准备归隐 记得吗 无情公子 无情公子 你怎么了 我 我不要再想这些了 我的头好痛 大夫说过 会失去记忆 是因为过去的记忆太痛苦了 一旦想起过去的事情 自然不痛 可无情公子这么痛苦 还是不要太面这样 为什么我什么都记不起来 我不知道如燕是谁 我记住没有黑衣人 没有安氏梗 你说的一切 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无情公子这么难受 再这么想下去 他会疯掉的 好了 别想了 别想了啊 不想了 别想了 别想了 我不要想 不要想 我不要想了 无情公子 无情公子 无情公子